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博樂 我是陳偉博 那今天時間來到了1月29號 今天是禮拜五 那明天還有一天的交易日 明天是1月30號 那也就是說明天因為 要補行上班日 所以明天是開盤交易的 台幣股市今天上漲了175點 好 各位 今天的台子期貨上漲了195點 有些期貨部分漲得比大盤還要多 紛紛都佔上了8000點 在微博 我們每天微博在看盤過程當中 我們花時間在編註一些教材 只是還沒有編好 這個叫做博樂戰法 蘇維博獨唱的博樂戰法 好 這個博樂戰法裡面 我給各位看第一頁 這是第一頁的部分 來各位 我把這個博樂戰法 就是股票部分我們以基本面搭配博樂指標 期貨以博樂指標 高低檔資分還有形態 微博現在正在編註這個博樂戰法 在這個第一頁裡面 有一個叫新價值投資法 第一條我是這樣寫的 股票市場當中賺的錢是痛苦錢 是先有痛苦才有錢 各位你可能會覺得說 一個投顧老師這樣講很奇怪對不對 因為現在打開電視機 每個人都說賺錢很好賺 微博在節目以前做節目過程當中 我一直跟各位講 所有操作過程當中 無論是企劃還是股票 你都是必須 在你操作過程當中 都必須先冒著風險的 也就是說 不可能百分之百一定對啦 沒有那個百分之百一定對的問題 好 那微博在這個教材裡面的第一頁 我直接寫說 股票市場中賺的錢是痛苦錢 先有痛苦才有錢 各位一直到今天 你可以非常非常的感受 這一種感覺啊 到昨天之前 我們不要講說今天大漲喔 昨天之前各位 整個一個台北股市的氣氛 期貨市場的氣氛它是怎麼樣 悲觀啊 要封關啊 國際股市在大跌啊 原物料油價在下跌啊 陸股啊 上陣指數跌得更慘吧 各位誰樂觀的起來 不只是各位而已啊 你這一波 因為這一波微博帶會員做多嘛 先跟各位報告一下 這一通訊息是微博今天發給會員的訊息啦 這是1月29號今天 早上9點50分 我們現在講期貨的部分啦 好 期貨的部分的話 我們從1月18號 期貨不論是比較向上以來 這一波我們總共買進了三四波段多單 好 各位先看到這邊 等一下再來講 這一波以來 微博從1月18號開始 1月18號是這一天 從1月18號開始到今天為止 我們是做了三次 就是期貨部分的話 我們也共買進三四波段多單 我沒有做空 但是在今天以前 不只是各位你產生的懷疑 甚至連我們的會員對微博都說 老師 快過年了 行情不會好 成交量沒有 大家信心不足 國際股市在跌 真的會漲嗎 我從博內指標來看的部分 是絕對有這樣的機會 但是昨天以前的台北股市跟期貨 各位朋友 漲上去又跌下來 漲上去又跌下來 你完全不曉得說 有辦法像今天這樣產生一個大漲 好 這一波微博是帶會員怎麼做的 我們是從1月18號開始 期貨的部分是從1月18號開始 它因為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日線不日指標它向上 所以這一波我們總共買進了 三次的波段多單 賣出 獲利賣出一筆 所以我們手上續報的多單是2筆多單 2筆多單是流倉的 當很多會員在開始質疑這個行情 有沒有可能會大漲的可能性 我說能大賺 因為事實上我們這多單 一直到昨天都是賺錢對不對 我說能大賺就不要小賺 為什麼 因為今天不管是在現貨部分 你看一下今天 各位今天現貨是開平喔 今天大盤漲175點 不是開高 是開平盤 甚至開盤的時候還跌下去 才又拉上來 期貨也是同樣道理 今天期貨漲了195點 但是在今天期貨要上漲之前 各位 早盤是在平盤以下的 所以早盤的過程當中 我們的客戶開始懷疑 我說能大賺就不要小賺 真正在期貨市場上賺到錢的是賺什麼 是賺波段 而且是賺流倉的錢 好 我們總共買了三筆 之前總共買了三筆 三個價位 這個三個價位我給各位看訊息 不要說我們只是用嘴巴講講 我們是確實有發訊息 然後一個字不改 給各位看的訊息是一個字不改 確實有帶會員去買進多單 而且劉昌一直報到今天收盤 這是1月18號 沒錯吧 為什麼1月18號要開始買期貨多單 這是台子期禁月 剛才不是講嗎 這棟訊息上面不是說嗎 今天的訊息我說從1月18號開始 期貨不日子標向上 好 這一天就是1月18號 這是台子期禁月105年1月18號 這是日線 在1月18號以前的不日子標 請問是向上還向下 我們看1月15號好了 1月15號的時候 不日子標還是向下 它已經來到低檔了嘛 對不對 我說 這個時候我就說 不要再去放空了嘛 好 它已經開始來到低檔了 但是還沒確定向上啊 確定向上是在這一天 這動能線10啊 確定向上是在這一天啊 動能線15.37 趨勢線是3.65嘛 15大於13嘛 所以確定向上嘛 所以從這一天1月18號開始 微博開始帶會員做多單嘛 來到今天之前 也就是昨天以前總共買了三次啦 總共買了三次 剛才所看的1月18號這是第一次 再來1月22號這是第二次 第二次叫做加碼的啦 加碼部分是在7730點啦 1月22號啦 1月27號再加碼啦 這是7830點啦 好 各位同志朋友 總共買了三次啊 但是你知道 為什麼我一開始會給各位看 就是微博在編著教材的 因為我想把整個台北股市 跟期貨市場的真實面 講給各位聽 我說不管是期貨好還是股票 都一模一樣 股票市場上或期貨市場上所賺的錢 它叫做痛苦錢 為什麼叫痛苦錢 因為你要必須先有痛苦才有金錢 什麼意思 我們回顧一下 從1月18號微博開始帶會員做期貨 然後流倉 然後加碼 然後流倉一直到現在的心路歷程 我把每天給會員的訊息都整理出來 你看我們是怎麼煎熬的 度過這一段時間 而且我們堅持我們的想法 我們堅持做多 而且有流倉 你知道這一段時間有多少客戶 他流倉的時候他會怕怕的嗎 因為沒有信心 成交量不足 國際股市下跌 然後那個入股上陣 然後國際股市下跌 整個一個世界亂七八糟的 台灣又有什麼選舉的紛擾對不對 一切的 再也要過年了 大家不敢報股過年了 誰相信今天會大漲 沒有啊 從1月18號開始 我們開始做多嘛 我們做多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對於7700點以下 我們認為是超跌看法不變 為什麼 為什麼那個地方 我們認為超跌看法不變 不日子標不是有一個高低檔資分嗎 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就是我們使用依據明確 來做一個有效判斷 不日子標使用原則第二條裡面又說 不日子標有高低檔資分 80到90叫高檔對不對 20到10以下叫低檔 那我請問各位喔 1月18號之前喔 我們回看1月15號喔 因為18號是禮拜一 15號是禮拜五 1月15號的隔一天就1月18號 請問不日子標是高檔還是低檔 他已經進入低檔區了 所以當進入低檔區的過程當中 我們不再去做追空的動作 不去做放空的動作 反過來空單 包括股票的空單 獲利回補還反手做 包括棋子跟包括股票 我們都是做多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的看法 你要記得1月18號都開低的啦 你看這一段時間有多少開低 而且每股都下跌 好 那這個地方 我們認為當時候就是認為 7700點以下超跌看法不變 而且再來啊 博論指標的確是進入了低檔區啊 所以只要博論指標向上 就會確認止跌嘛 我們將利用超跌陸續佈局多單啊 不就是1月18號的時候嗎 好 再來 1月21號 好 各位你看一下1月21號的時候 也就是說 18號這一天稍微反彈一下 這是1月21號在這邊 還下跌喔 就是說來到這個位置 我們開始翻多做多 期貨做多單對不對 還遇到了下跌 那那個下跌的狀況 會讓人家害怕的 尤其你是爆多單 為什麼 因為台股之前跌太多啦 台股之前一路跌跌跌跌 從8000多一路跌跌到7000多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你看成交量只剩700億 這個不會好啊 大家看法是這樣子啊 但是我們怎麼跟我們會員講 1月21號 一樣跟我們會員報告嘛對不對 我說後續 國際股市的影響 它會影響台股是否出現反彈 我們從那時候的美股也好 歐股跟亞股的不熱指標也開始來到低檔 他們之前也在跌啊 但是他們來到低檔啊 所以各位 7700點以下進入超低的看法不變啊 我並沒有改變我的看法 好 包括1月21號 各位那一天很慘吧 1月21號的時候我們甚至發訊息給我們的會員 期貨的喔 因為我們開始從1月18號布局台子的多單嘛 我說多單博日指標沒有向下啊 沒有向下轉線 包括當時候的電子跟金融期都向上啊 多方還有一線生機啊 所以波段的多單是續報啊 1月21號啊 各位你可以回想一下那個時候嗎 好 再來 這是1月22號 來到1月22號的時候啊 各位 好 市場信心依然悲觀啊 對不對 但是很多人說台股是不是就完蛋了 我說還沒有啊 因為台子期貨 因為我們有代會員做期貨嘛 台子期貨仍然努力的守住指標啊 為什麼 只要指標 波日指標是向還有機會啊 而且還有很多個股的波日指標 也還是向上啊 所以我們那時候手中持股開始布局 都已經是波日指標向上的 對於7700點以下看法 各位 超跌一樣是看法不變啊 各位你可以從 你可以想像一下我們那時候的心情嗎 好 這大概已經到1月25號了 1月25號的話 比較有表現了對不對 漲上來好 大家比較有信心了 所以有信心的時候 甚至我跟我的會員講 我說因為大盤的波日指標 轉為向上 期貨跟卸貨都是同步向上 所以我那時候跟封關 說封關前可望有一波反彈行情 目標那時候我們不預設立場 各位 你知道還是有人不相信啊 因為其實到那個時候 整體的台北股市而已 人家只是認為說這地方 大概漲得差不多了 又開始往下跌了啊 但是我們看法沒有改變 為什麼沒有改變 我說過了 當行情如果真的要往下走空頭喔 一個條件一定要成立 就是波日指標它一定要轉為向下 但是轉下了沒有 並沒有 所以從不管是1月25號 來到1月26號 1月26號開始 大家回憑 1月25號那天大漲 1月26號又再吐回去啦 對不對 我們一樣 為什麼 因為當時候 為什麼大家信心會不足 因為美股那時候都在下跌嘛 所以台股一樣開低嘛 但是我還是跟我的會員講 台股跟期貨的日線不論如何 一樣是向上啊 所以不管是怎麼樣啊 只要向上的話 續報沒有問題啦 懂我意思嗎 1月27號前天而已啊 各位一樣啊 是不是台股一樣沒量 信心一樣不足 是不是農曆年前大家還是悲觀 各位你看我們在面對的是這種行情耶 在還沒有上漲以前 大家真的是悲觀到不行 但是我跟我的會員講 講什麼 因為這是當時候 1月27號1點27分發出來的啊 我說從大盤跟台子期貨 日線波日指標 它都是向上 所以只要是向上這一波 就還沒有確定結束啦 所以手上的持股 包括旗子不就是續報報勞流倉嗎 而且還有耐心等待發動 不就是這樣子嗎 還一直到昨天 各位 昨天微博也是跟各位講 還記得吧 昨天的行情是面對美國股市 大跌200多點 所以昨天的台股也跳空開低 好開低了之後卻往上拉 就是這樣子才難做啊 很多人跟各位講說 投資市場 包括期貨 包括股票 是很簡單的 但是微博在節目上 一直想跟各位灌輸一個正確的觀念 沒有那麼簡單 真的 因為你會被市場情緒走擾亂 所以微博在訊息的內容當中 我一直在安撫會員的心 讓他知道說 雖然美股開低 台股開低 沒有關係 因為博日指標它一樣是向上 所以多方沒有改變 好 美股大漲大跌啊 所以那時候我還跟我的會員講 你不要做短線當衝喔 為什麼 因為短線當衝會被扒來扒去 所以包括這一波 這一波行情 我們是以波段方式做操作 才不會被扒來扒去啊 所以只要日線博日指標一樣是向上 各位多方不就是續報嗎 好 到昨天 各位到昨天的時候 昨天還沒有大漲 今天台北股市大漲175點嘛 對不對 昨天還沒有大漲嘛 這是昨天 期指的部分 會員手中兩筆的台子02 依然續報流昌 為什麼 因為日線一樣是向上 好 另外我昨天還跟我的會員喔 另外再報告一點 本波上看這個點位 但是很抱歉啦 因為這個點位還沒有到 所以我不能在這個地方公開 不然的話微博會違規 主管機關會認為我是在散播 對不是會員的人散播我的一個看法 好像是在鼓吹台股會怎麼樣 我再次強調 台股期貨的上漲下跌 股票的上漲下跌 絕對不是微博去控制它的 我們所做的叫做順從趨勢跟硬變盤勢 當博人指標向上的時候 各位回來看期貨 先講期貨部分 這是台子期貨 台子期貨從1月18號 博人指標向上 只要博人指標是向上的時候 我敢跟各位斷定 不會有這種空頭的行情 如果就算拉回就在漲 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如果博人指標向上的時候 遇到拉回反而是很好的一個低階的機會 如果博人指標轉為向下 你就不能做多 什麼意思 目前是博人指標向上對不對 所以做多沒有問題 所以為什麼微博從1月18號開始做多做多 我們買了三次 然後報到現在 那如果說這一波我是放空放空放空 那剛好被嘎到現在 但是如果之前前一波往下跌 各位記不記得之前前一波的時候是 那個2016年開紅盤 開紅盤是這一天開始往下跌 因為這一天它形成一個狀況 形成一個狀況叫博人指標向下 所以當博人指標向下的時候 會有一個波段的向下跌的行情 所以如果這一波你沒有避開 假設你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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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慘了 懂我意思嗎 好 所以一般的操作 我說要順從趨勢 然後去做應變盤勢的動作 如果這個盤勢遇到了變化 比如說我們現在走的是多單嘛 對不對 行情結束我一定帶會員全部 多單都賣掉啦 如果行情走空 比如說未來的台北股市 期貨的部分博人指標再轉向 我就波段空單就進場了 這樣的做法是最安全的 因為你有東西可以看 你有一個依據可以遵循 當你遵循這樣的依據的時候 你才可以真正把投資 真正控制在所謂大賺小賠的身上 我不要說多 隨隨便便舉例一筆就好了 微博這一筆三筆多單裡面 比如說我們隨便講這一筆 到今天為止 獲利多少點你自己算 微博不是要在節目上面算績效給各位看 我要所講的是一種方式 一種觀念 當這個觀念跟方式你導正之後 你會像我們的這樣操作 你會覺得比較穩健 微博再次強調 我不是所有操作都一定會對 但是我必須要對的時候是大賺 錯的時候是小賠 所以微博才會在這通訊息 今天早上 我相信今天早上開盤的時候 很多人包括微博會員 我都很怕他把那個期貨多單賣掉 我那時候一開盤的時候 在9點多的時候我就發了 我說能大賺就不要小賺 因為只有大賺才可以在 期貨市場上面真正賺到錢 所以這部分是提供給各位 那股票部分一模一樣 只要你股票部分的操作 也是遵循著博類指標 基本上你的勝率會比較高 但是微博會加入另外一種東西 如果我帶會員 因為我們現在這一波是做多的 我一定是買博類指標向上的 還有基本面非常好的股票 那你可不可以認為說 目前還有嗎 我跟各位講 還有基本面很好股票 還沒有漲喔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們從個股部分 來做一個切入 去跟各位玩 那一邊不是公平之一的 那一邊都是公平之一的 中間的最願意去把 沒有必須的 政府是公平之一的 立刻不打超级直线 027525868 27525868 陈通投顾陈老师股市操盘系统 全市场唯一由老师亲自教学的软体 是全市场唯一简单又勇用的指标 只要您拥有保证交道会 支付专线0227525868 27525868 陈通投顾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金钱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陈通投顾拥有股票期货双智照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不利 独往不利 陈通投顾 值得托付 零八2752 5868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拒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年纪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您几个小配方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欢迎回到现场 上半段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在用观念的方式 以及博人指标跟各位讲 真正的做法应该要怎么做 所以我们下半段时间并不多 但是逻辑是一样的 逻辑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博人指标的运用 我们都有说明书 跟我们的一个教学 不管是期货 不管是股票 操作方式 使用博人指标都一模一样 不会有分别 因为这样子你学的才会比较快 但是股票部分 微博在带会员 我除了博人指标向上之外 我还有一个条件 叫做基本面 我一定带会员买的股票 一定要基本面好的 为什么 基本面好的股票 遇到了大盘不好 还有机会涨 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基本面我认为非常非常重要 那回头再来看 很多人说这个地方 今天已经来到8000点了 台股甚至收8080 已经到8800了 我之前就不敢买了 还可以买吗 现在应该很多人是这样的问题吧 各位 从前一阵子 博人指标向上以来 我也不就一直跟各位讲 只要你有方式 都有办法去找到 可以涨的股票 或者是还没有涨的股票 那条件就是在于 第一个选择博人指标向上的 那第二个就是我讲的 你要选择具有基本面的股票 为什么 因为基本面的股票 是在控制风险 懂我意思吗 所以比如说像微博 利用1月27号那一天 1月27号的大力光下跌 对不对 当天下跌到2160 那各位 1月27号那一天 微博请会员买大力光 反而利用拉回的时候 去布局大力光 那为什么要布局大力光 因为大力光它符合这两个条件嘛 比如说3008大力光 这是大力光的走势 这是大力光的博人指标 当我们买经济党股票的时候 各位你可以发现 大力光的博人指标 请问是不是向上 向上啊没有错啊 所以它会涨啊 懂我意思吗 买到现在已经赚开300块了 但是我认为这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 它是符合博人指标向上 还有一个 为什么我们买大力光 因为大力光的基本面很好 你看一下大力光 我们讲获利就好了 61块有没有大于 你看它过去的获利 有没有大于之前的 不止啊 还记不记得 我们买进了3529立望 立望买进的时候 也是因为博人指标向上啊 如果它不博人指标向上 我也不会买啊 那它的题材跟它的获利不用讲了啦 各位你看一下立望之前 博人指标向下 它涨上去再跌下来 涨上去跌下来 但是一旦不认为要向上 它就给你涨真的 所以从买进的358 各位今天已经来到多少 384啊 所以其实有一个依据就可以 那可不可以再买有一些股票 各位 给各位看一下好不好 有很多股票基本面很好耶 而且还没有起涨耶 比如说 这一档80几块了 你有没有看它基本面 营收一直在增加 获利呢 去年第四季 去年第三季 前年整年第四季啊 然后营收创新高啊 各位 其实我这边有很多份资料啦 我们时间只剩一分钟 我再给各位看一下 比如说像这一档 各位你看这一档 这档股票到今天只有十几块钱啊 它的营收 各位有没有看到票要是暴增啊 也就是原本是这样子 跳要是暴增啊 微博时间不够 没有办法给各位看 目前还有很多股票 微博找出它的一个基本面是非常好 但是博烈指标才刚向上 比如说像这样的个股啊 像这样的个股 博烈指标才刚向上啊 基本面又非常好 为什么 因为它基本面是这样子啊 是成长的啊 原本是成长的啊 只是时间不够没有办法给各位看 我只想跟各位说一点 如果各位不知道怎么操作 你想学用博烈指标的操作方式 我们会把完整的方式完全交给各位 我希望你们都可以把这种方式学的会 那如果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微博可以直接带各位做一个操作的部分 而且我会把风险控制得非常好 这一点各位可以非常非常放心 那把握我们这一次 税末感恩机会 今天是倒数一天 那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 感谢各位收看 祝各位操作顺利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 再打五折 倒数一天 另一个不打菜单直线 027525868 27525868 全东斗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金钱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全东斗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过力 不往不利 全东斗固 值得托付 02752 5868 全东斗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